中国女孩 可以啊 这速度可以啊 快来一圈啊 我没有出 真的出呢在现在 对吧 你看你俩飞到哪去啊 大家都特别关心 因为在过去几个月 因为疫情 看不到比赛 所以大家说 哎呦女排在干什么 练得怎么样 准备怎么样 既来之 责案之 就是在你 不能够控制这种情形 整个这个形式的情况下 就我们要自己安下心来 要迅速的调整训练计划 今年的比赛都没有了 怎么样把这个 推制一年的时候 这个消息传来 您当时第一感觉 第一反应是什么样的 肯定是心里不舒服 因为毕竟我们这个四年嘛 都是按照这个四年一个周期的计划 包括培养人的计划和我们心脑交替这个节奏走的 也没有这个经验 就变成了五年 感觉一下人不是说谢下来了 就是一下就觉得 哎 突然空出这么多时间来 怎么办 2020年3月24日 国际奥委会与东京奥组委发布联合声明 鉴于全球的疫情形势 第32届东京奥运会将延期一年后举行 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心里确实会有一点波动 因为原地的计划来说的话 都已经准备好了 其实不管是从队里 还是到个人 所有的这种备战都要去改变 其实心情还是有一些起伏的 就是会有一些焦虑 一开始会觉得有一点遗憾 因为觉得年初的时候 是充满了干劲来这儿 希望就是好好练这几个月 能够在奥运会上大展身手的 当时没有什么太大的情绪上的波动 因为我觉得这个奥运会延期 对我来说也许是一件好事 因为我年轻队员在这个上升期 我觉得需要时间来进步和提高 而且我觉得这些时间 可以让我跟姐姐们缩小差距 我觉得也可能是一个好机会吧 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挑战 跟大家相处时间会更长 我也可以塌下心来 然后在这里去学到更多的东西 就是要求你的发球之类 突然多出来的一年时间 和世界比赛的取消 让狼平和教练组 必须对训练计划做出调整 两个方面 一个是怎么用好时间 另外怎么调整好节奏 因为你在没有比赛的情况下 要寻找训练的机器 马上有一个针对性 就是你精神很容易去集中到这个点上 那么这个就是一点 一把平穿 然后就没有起伏 那我们就要把这个起伏给调整出来 为了备战东京奥运会 中国女排从1月30号开始封闭集训 到现在已经有四个多月的时间 原本大步走向东京的中国女排放慢了脚步 在没有比赛调节的日子里 调整训练节奏变得至关重要 在丰富训练内容增加趣味线的同时 加强对攻训练和队内的模拟比赛 尽可能保持队员们的比赛感觉 虽然看起来只是说多了一年 四年变五年 但是对于教练来说 要做的事情非常多 就未来这一年 这时间怎么去利用 可能还有全国联赛吧 对我们就计划要做到全国联赛 这个之前结束 那么就把这几个月的训练 周期性要给调整出来 对但是我们有时候 你要一直练 运动员会有过度疲劳的 所以就是哪个星期 或哪几个星期上量 还要有一个这个曲线 什么时候下 什么时候再起 我觉得这个对我们运动员 和教练员来讲 都是一个学习和调整的过程 对于您个人来说 这延期一年的影响是什么样 从我个人来讲到没有什么 当然我自己也希望能够 四年有一个好的结果 大家都非常满意成绩 努力 然后有一个调整休息 现在大家其实面临 都是同样一个问题 就又退迟一年 那就是坚持 这种生理的疲劳要应对 心里的疲劳其实也是很大的问题 就运动员前所未见的长训练 当然对于教练来说 也是心里的巨大疲劳 这怎么办 现在没有什么办法 有时候我们会 让他们打篮球 就幻象嘛 踢足球 乒乓球 羽毛球 游泳全来 就只能用这个来调整吧 确实这个非常 今天的幻象调整 姑娘们从排球馆 走向了绿音场 来 屋长把封死了 林立 小雨 小冬 牛逼 听起来 小圆 小梅 曾 我 好 好 来 你们封干组啊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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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难得的场景 让主教练郎婷 也赶紧拿出手机记录了下来 我觉得他们还真的是挺厉害 挺有才的 太有意思了 因为以很多东西 球场上看不到 那下面比如说 我们自己搞一些综艺活动 哎呦那他们太乐了 我觉得他们真的 年轻人真的很聪明 也让您看到了 以往可能没有看到那些面 对 是的 而且他们下来就玩这些游戏 也特别争强好胜的 因为游戏开心就好 不过他们也得争 什么谁打得快 谁得分多 反正就是那种运动员的性格 我觉得挺好 你就觉得这气氛 可能是能够让女排 在这样的一个 简单重复的训练周期 还能够保持一种 很好的状态的原因 我觉得节奏特别重要 不能永远是一个节奏 这人就睡着了 我觉得心理上还是 尽量做好他们的工作 当然运动员有时候 也会有这样的情绪出来 我们都是比较理解的 尤其一些老队员 可能再坚持一年 本身就是很大的挑战 这方面会不会很困难 非常困难 对 尽量吧 尽量调整 反正你心中有目标的话 大家就要坚持 今天训练的游戏环节 队员们按照年龄集结分组 两个队隔网扔球 以准确打中标杆数最多的队伍过胜 输的一组接受小惩罚 是 你有没有 趾哥 打搬打网得不惯 召ад 未经 2 未经 还能 Voiceover 空地下 朱牛牛你不 bliver 朱牛奶 什么 最高 大刘 在躺地传球的这个小惩罚环节 31岁的曾春美显得不太得劲 这段时间大家在一起的磨合 其实是越练心越近了 然后对于这种目标来讲 也是越来越坚定 所以其实它真正带给我们这个 从我们信念上来讲 其实给我们带来的影响并不大 信念当然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为朗高也说了 鼓励老队员再冲一年 为东京再拼一年 但是困难是实打实的 对于你来说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可能伤病出现的这个几率可能会更大 然后再有一年的话 不知道会不会有一些状态上的下滑 在中国女排目前的集训名单中 严一 曾春磊和丁霞是队里年纪偏大的队员 而金运二船曾春磊是三位老将中唯一缺席的里约奥运会的队员 作为中国女排伦敦和里约两个周期的绝对主力 也是2015年女排世界杯的夺冠功臣 因为伤病错过了里约夺冠 在又一个奥运周期的坚持和等待后 又面临着东京奥运会延期的不确定性 这对31岁的曾春磊来说将是巨大的考验 就先开始有一些情绪的反弹的时候 因为也是这个疫情吧 有很多自己独处的时间 然后自己也就是沉淀下来 有想从自己主观上来讲 你要不要去冲击这家奥运会 那我自己觉得是我要去争取 所以就不是问题 你能够让你坚持去冲击东京奥运会 最大的动力是什么 从自己来讲也想给自己一个机会嘛 然后就是看看最后自己尽全力以后 能到一个什么程度 这样的特殊时期给了你什么样的收获 我觉得就是更加坚定了 对 就是对自己的目标更清晰了 然后也更加坚定了 反而心就是更静下来了 特殊时期对于老队员来说是挑战和考验 而对年轻队员来说可能意味着更多的机会 今天训练前的热身 教练组安排了户外跑步 分为400米冲刺跑或者800米跑 队员自由选择 大家不约而同的都选择了800米跑 二传组的丁霞第一个冲过了终点 紧接着是几位副公手 而中国女排唯一的00后小将 主公主的李盈盈落在了最后 尽管800米跑落在了最后 但作为全队年纪最小的队人 林盈最近的训练成果得到了主教练郎平的肯定 音乐训练也是特别好 跟第一点比 那真是两个人 从自己的这种身体的素质的控制 你看他已经体脂下来了很多 就肌肉一直在不断的提高增加 包括他的前后排的这种平衡 技术方面的平衡 我就也做出了很多的努力 李盈盈丝毫为靠球打手出界 好的李盈盈 然后李盈盈篮网得分 刚满20岁的主公手李盈盈 是中国女排在东京周期最强演的新人 2018年世锦赛出出茅庐 2019年世界杯的骑兵表现 正处于迅速成长阶段的她 在这特殊时期有了更多的时间训练积累 其实你在去年的世界杯上打得已经非常好了 就是让大家感觉眼前一亮 你觉得在过去这一年 你最大的进步是什么 心理上的成熟 因为技术上靠每一天学院的积累 在比赛上大家都会有看到 然后主要是还是心理的强大 心理上的成熟 对比赛 在比赛中自己心情的把控 会比之前更从容一些 你也说未来这一年准备东京浪运会 你希望缩小跟姐姐们的差距 你觉得最需要缩小的差距在哪方面 还是在球场上的意识 包括对比赛的阅读还需要尽快提高 因为技术是一方面 更重要的是在场上的打球的意识 东京浪运会被推迟一年 心里边有点小失落 因为本来是肯定很期待 年轻人一届奥运会肯定特别期待 会觉得我要多等一年 有这样的情绪吗 我觉得我这边是没有的 因为我觉得这一年可以让我提高 我还是蛮开心的 因为可以让更好的自己 站在奥运会的赛场上 如果有机会的话 没有比赛会是特别难的一件事吗 是一个比较难的事情 因为每天都重复一样的训练 然后每天每天 然后没有比赛 相当于没有盼头 所以还是比较困难的 但是我们运动员 还是要接受各种各样的挑战 李莹莹应该是中国女排 未来的 大家最希望看到的上升的新星 甚至是未来的领军人物 你自己对于东京浪运会设置的是什么目标 突破现在自己 让更好自己出现在东京浪运会赛场上 然后在场上 希望不要成为大家漏洞吧 然后希望能在场上发挥自己的作用 为中国女排尽自己的一份力吧 主公组里 李莹莹的小姐姐张长宁 在她这个年纪的时候 已经是中国女排历史上 第一位布满20周岁 就作为主力 拿到世界冠军的主公 在经历了2018年的伤病康复 2019年世界杯的强势回归 张长宁 好球 好的 张长宁在2020年的这个特殊的长东训收获颇风 今年伤病情况控制比较好吧 然后也是一直在跟着队伍去训练 今年确实朗倒抓细小环节做的也很多 所以推迟一年时间 我如果能在这些方面有所提高 其实也是挺不错的事情 对你个人来说 现在抓的细节是什么最重要的 下三路啊 一传啊 防守啊 包括一些往前的小球 可能原来因为像往常的现在都已经在进入比赛期间了 很多这种小球是没有时间 没有时间去练的 更多的练的是对抗 但现在我们有时间去抓这些很小的这些技术 可能一场比赛不一定会出现很多次 但往往出现都是一个关键球 其实在中国女排队内你的角色是一个多面手 是主攻出身 但是你经常要打接应 你怎么来界定这样的一个多面手的角色 现在队内已经不是我一个人这样了 然后郎导也是希望每个人在场上都要越来越全面 没有一个短板 然后让你去打哪个位置你都可以去胜任 就包括现在我觉得不止我一个主攻手 几乎我们所有主攻手都会去打接应 郎导的时候的郎导也会说 你们两边对调一下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在场上每个人就是都要每个位置都会打 现在也没有说哪个位置打得不顺 哪个位置打得顺 就是在场上最起码的就是没有一个明显的短板 这会对你个人来说是很大的挑战吗 一开始会 因为毕竟主攻的接力是完全两个相反的方向 动作动作都是反的 但是通过练习之后 其实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它是一个互补的 就包括我可能蓝往蓝二号位是往右走的 那同时一样你在4号位你去并来后三也是往右走 其实是一个互补的 我们老师对于小姑娘来讲 这样的生活其实挺大的挑战的 就是哪怕我就出去逛一逛 郎导也说了 哪怕周末他们出去逛一逛 哪怕我不买我就看一看我也开心 但是现在暂时做不到 这会对你是很大的困难吗 其实还好 我们大家也是学会去就是在业余的时间 然后怎么来抒发自己的情绪吧 最常进行的娱乐活动是什么 周日我们休息时候 我们买那种小麦就那个麦克风 然后唱歌自己在屋里唱歌 这个业余歌泳大赛的冠军是谁谁水平最好 我们都自己在屋里唱 自己在各自屋里唱是吧 我还以为PK呢 没有没有没有 就自己有些人可能是看书 然后有些人打游戏 有些人唱歌 有些人睡觉 我更多喜欢睡睡觉 对 我觉得睡觉是一种放松 对我来说 其实你和别的队员还有一些不同的事 你去参加了全国两会 对于你来说也是更换了一个小小的环境 将近两周的时间 对你来说是什么样的一个体验 觉得很自豪 因为从而能感受到 我觉得大家对女排的任务喜爱 因为前两年吧 我一直是没有参加的 因为这种比赛啊 今年去吧 我确实是抱一种 学习的态度过去的 平时吧 一直在专注于自己的这种技术的提高 包括球场人的这种表现 其实对生活的一些方便面 了解的并不多 所以我觉得这次去 能够去交流去沟通 其实是收获很多东西的 女排精神呢 它不是在生意时候才有 而是一直都存在的 发言非常的成功 也很成熟 感染力很强 准备多长时间 有两天的时间 那很快 因为我所说的都是 我们平时真实发生过的事情 没有很大的一种话语 但是都是我们平常所交流下来的东西 会紧张吗 会紧张 跟打比赛的紧张是一样的紧张吗 我觉得是一样的 就是你在等待你发言的时候是紧张的 就包括我们上场去等待比赛的时候 也是会有紧张的 但是真正去到你演讲的时候 当你打比赛的时候 站在场上的时候是不紧张了 当专注投入的时候 一切压力就都没有了 对 最近几周 朱婷正专注于康复治疗 他并没有参加球队的集体训练 2017年手腕的伤 在训练和比赛中还会时不时的发作 在这段突然多出来的时间里 教练组和医生一起 专门为他制定了一个为七八周 完全不触球的调整计划 状态我觉得大家状态都挺好的 因为现在来说量不是特别大 自己是需要哪些方面去提升 有没有想过 在精这一方面可能需要多下点功夫吧 就是每个技术的精确性 每个技术的精一求精 这种工匠的精神 我觉得要去多磨练一些 推迟一年多多少少增加了变数 对我个人来说会好一些 因为我现在处于正当哪之年嘛 所以身体包括伤病对我的困扰不是特别多 所以对我来说的话影响并不特别大 2019年的女排世界杯 朱婷凭借出色的发挥 不仅帮助中国女排成功未免 还获得了最佳主攻手称号 并蝉联最有价值球员 继2015年世界杯 2016年奥运会后 朱婷以三夺三大赛最有价值球员 作为队长 她稳定的竞技状态 将是中国女排在东京奥运会未免之路的关键 你是世界顶尖的主攻手 而且全世界女排都在研究你 未来这一年 你怎么保证自己始终能够走在这个前列 作为强者承受压力确实有很多 但是我觉得还是 我作为集体项目来说的话 我觉得一是由教练帮我去制造 帮我去训练 帮我去提高 二是我有困难的时候 可以请求一下我的队友去帮忙 因为大家可以做到互补 然后互助 然后我觉得这一点对我来说的话 压力并不是很大 还有13个月 给自己设置的东京奥运会目标是什么 我们一直是想着要 争奸多严一些 当然这很困难 因为每个队都非常强 所以我们现在最 最本质的工作吧 就是安安分分地做好自己的训练工作 真正到了赛场上 那就是看我们平时的积累了 这个特殊的长冬训给了姑娘们更多的时间系统的调养伤病苦练基本功 不仅在基站树上精雕细琢恶补短板 教练组还根据每一个队员的特点制定了体能训练计划 体能方面两个目标 一个是在你最弱的环节 比如说你有伤病的环节 要加强这一点 整体速度要提高 启动的这个爆发力 弹跳原地的爆发力 革新的怎么样运用 每个月测一次 小测验 比如说弹跳摸高 根据我们的专项 你比如说这个变相移动 包括移动耐力 机脂 因为你没有比赛 每天都在吃 都是就防止那个要长胖 就是只能减脂增肌肉 我觉得这些方面 我们还是做了很多的细小的环节 我们还需要最紧迫去提升的是什么 提升了就很多了 都是一些比较小的环节 就是非常不容易看到 但是非常重要的这些环节 很多是在于你打球的经验和意识 但是延期一年 是不是会在这方面增加很多的变数 对手的情况其实完全不了解 现在因为基本上大部分的球队 都停止训练了 考虑对手也没有什么意义 还是就是转下心来 就是提高自己 东京的时候 希望我们能够战胜自己 我们先不和别人 也先和自己比 奥运会的那个场地 如果我站在上面 会有什么样的心情 我觉得还不想想那么多吧 我就是想把自己最好的状态 争取能在每天训练里成全出来 你把自己强大之后 我觉得真正的另外一个问题来对手的话 我觉得会很容易就能克服 因为我们是个集体 我们可以依靠集体的力量 突如其来的疫情 对于每一个运动员来说 都是巨大的心理打击 但是在中国女排身上 我们看到的是乐观团结 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 似乎疫情对于这些姑娘们的影响并不大 但是这样的看似云淡风轻的轻松背后 是过去几个月球队积极的调整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 郎平指导对于细节 近乎苛责的极致追求 这支冠军队正在精力求精 在东京能够未免一定是最终的目标 当然挑战重重 但是就像郎平指导和很多队员说的那样 做最好的自己 不留遗憾 成绩是水到渠成的事